其實陳鴻林跟王沛榮他們幾乎沒有在國際賽搭配過 甚至國內的比賽我想也應該是沒有搭配過 所以這次的比賽應該是他們首次的一個組合 那面對世界冠軍的一個組合來打的話 其實他們的不經驚我覺得不管輸或贏 我覺得都應該給他們兩位很高的一個評價 因為畢竟雙打在羽球運動裡面雙打的一個搭檔沒有搭配過 然後就直接來比賽是很難說可以跟對方來做一個很好的一個搭配 來一個戰術的發揮 所以他們在第一局能打到這樣子 我覺得已經算是超水準的一個表現 一個路線的變化的控制沒有控制好 那陳鴻林今天的一個對角線的一個出手 好像並沒有像前幾天那麼的順暢 好球一個中路輕扣的一個破壞性的打法 達到有效的效果 製造對方兩個人出手的一個矛盾 製造對方兩個人出手的一個矛盾 界外啦 還有陳鴻林 呃在換場之後呢 邊球啊 想要做一個邊線的一個 沿著邊線走的一個路線啊 沒有控制的很好 唉唷 可惜 可惜啊 其實現在的狀態還是要跟第一局一樣 穩定性要再提升一點 但是目前只落後一分 還是沒有關係的 那陳鴻林呢 在這幾球裡面啊 就失誤了兩個人 所以要趕快把球啊 控制好 好球王佩蓉不會拒正波的攻擊 很好 反而啊 讓對方一個失誤暴王 所以王佩蓉今天的表現啊 比以往他在打國際賽的一個狀況啊 呃 好了很多 呃 呃 以往啊 在打國際賽的時候啊 他比較容易緊張 而且比較容易晃神啊 造成精神不集中 但是今天看來呢 呃 我覺得他個人心態上調整得非常好 好可惜哦 可惜哦 界外了哦 是哦 那王佩蓉啊 跟對手啊 馬進一樣哦 他們兩個 在 這場比賽裡面呢 都身兼兩場的一個重責大任哦 那 呃 除了他們兩位選手在 第一點的一個混雙必須出賽以外呢 他們兩個也在女子雙打就安排在第五點 也要將即將來對陣 好 那如果說今天不管誰勝誰負 只要出現3比0或3比1的狀況之下 他們兩個就沒有機會再來做下一次的對打 對戰 那如果說在前四點出現2比2平手的狀態之下 那他們兩個就有機會在第五點的女子雙打裡面 做再度的對決哦 好球哦 目前首度領先 希望能啊 維持這個戰果啊 到比賽結束 6比5 6比5 好球哦 馬進畢竟還是 世界級的選手啦 那剛剛陳鴻林在前場做一個小球 放網的時候呢 那馬進還是做一個手法的一個推球 那破壞了陳鴻林的一個出手 裁判試一下 正波是正波發球不是馬進發球 哎呀 接歪了 那球沒有拍 沒有去控制好 還是要穩 還是要穩 其實適時的去攻他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打法 因為我發現今天正波跟馬進呢 對於陳鴻林跟王佩龍的一個輕扣 的發力掌握並不是很好 正波一個變速虛攻球 達到他破壞啟動的一個效果 其實這個就是正波打法的特色啦 他 呃 在一個手背的揮拍變速上面呢 落差非常大 通常在出手前 而且點啊非常的準 通常他在出手前 那一瞬間啊 去做一個揮拍速度的一個 一個變化 不管是攻 或者是切 或者是掉 那讓對方啊 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 就做一個很準確的判斷 那他通常都透過這樣的一個打法 先來破壞你 然後破壞之後呢 不管你挑的好 或挑的不好 他下一拍來 再做一個連續的一個壓迫的打法 來打到他得分的一個戰術的目的 目前比數是8比6 正波又一個前場掛完的失誤 其實我覺得啊 分數啊 這樣一分一分追 要有耐性 耐性的來跟他們追 我想壓力一定是在對方 因為畢竟對方是世界冠軍啊 他們有 也有著包袱在的話 打幾球來 如果分數太近的話 他們就有壓力 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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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球犯規了 馬進啊 被抓一個 球拍 翻拍的一個 一個 一個發球 一個犯規 這一位是韓國裁判 那在一個國際規則裡面啊 就是說 呃 主審啊 跟發球審 不能是 呃 屬於雙方兩隊的一個 國籍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是相同的一個 一個 隊員喔 好球 一個連續的攻擊跟壓迫啊 做得非常的好 那以球規則來講 發球啊 是不能超過腰部的 齁 除了不能超過腰部以外呢 呃 也不能 將球拍啊 做一個翻轉的動作 齁 這是在球場上不允許 哎呀可惜 推一個中場腰帶啊 被正波在第一時間抓到了齁 齁 齁 攻擊啊 讓王佩龍啊 沒辦法去做 防守的動作 然後球啊 就往他身上打 那正波呢 也很有禮貌的齁 去跟對方施移一下 其實雙方啊 在 對抗的時候 很激烈啊 也不 不忘了 球場上應該有的一個理解 齁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 呃 呃 球場上應該有的一個態度 齁 好球 這一個球啊 真的不好接 齁 這個球啊 並不中 但是點的球啊 非常低 齁 不好出手 目前 好 我們現在進行到 第一次 第二局的下半段 那目前的比數 是